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土团党的议员倒戈潮并没有因为修改党章而停止 那昨天土团党巴胜海峡州议员阿杜拉西宣布倒戈 支持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也称为首位在土团党通过凡是叛党议员 将会被隔出党籍并腾空议席之后呢 首位倒戈的议员 阿杜拉西昨天发文告指出 他是在聆听了雪州苏丹沙拉福丁的遇词之后 那自愿支持雪州州大臣阿米鲁丁领导的州政府的 他强调他仍忠于土团党 但是为了巴胜海峡选民的福祉 他决定支持阿米鲁丁 而就在阿杜拉西宣布倒戈之后 网络媒体自由金锐大马引述消息来源报道指 有人正在说服另外五名的土团党州议员 支持雪州的西蒙跟国阵政府 消息指确实有几位的州议员对领导层感到不满 再加上缺乏拨款还有旅行职责的时候面临挑战 因此他们似乎真的受到了影响 对于是不是还有五位议员排着队倒戈支持雪州大臣 那国盟雪州主席阿兹敏昨晚召开记者会否认传闻 他说他本身也是从媒体上得知阿杜拉西倒戈的消息 但他质疑有关他宣布倒戈的这封信 也许并不是出自阿杜拉西他自己的手 那如果不是他写的 为了公平起见他必须要亲自现身解释 而如果真的是他写的 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叛徒 那必须要腾空州议席来进行补选 国盟雪州主席阿兹敏昨天在雪州议会休会后 率领五名传闻指会倒戈的州议员召开记者会 强调这些都是假新闻 阿兹敏还谴责雪州巴胜海峡州议员阿杜拉西 支持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政府的决定 并形容这样是背叛和违背选民的委托 针对为什么土团党会频频发生倒戈事件 阿兹敏则表示 土团党一直被攻击 是因为土团党很强大 强大到威胁了昌明政府 因此才会一直被对付 对于土团党会怎么对付阿杜拉西 阿兹敏说土团党设有法律规定及党章 因此将会通过展开相关程序 以对各方公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